摊开消防外套遮住窗口 因为消防车外宛如地狱恶火来袭 沿路野火狂烧消防车挺进灾区 上一秒还能冒险往前推进 没想到下一秒 前方火车窜出消防员紧急刹车 这里中部瓦尔帕拉索地区森林大火连烧三天 不止消防队惨遭恶火包围 画面中这辆载客巴士也受困车阵中 一旁野火狂窜 驾驶只能不断喊话安抚乘客 这场大火导致智利中部两大城市超过千栋民宅毁损 空拍影像曝光整个住宅区宛如正常 民宅屋顶直接消失经济损失难以估计 尽管当局出动军警协助救灾 但还有多处野火尚未受到控制 灾情恐怕持续扩大 严重地区直接实施宵禁 晚间九点过后禁止通行 避免妨碍救灾 南美野火肆虐 北美则有风暴步步进逼 加州当地时间周日开始一直到下周二将有风暴来袭 降雨量可能超过往年进入 当局发布红水警戒 四千万居民抓紧脚步 备战风灾 TVBS新闻纵好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